春养肝 下养心 休养肺 冬养肾 春季万物复苏 到处都是勃勃生机 而此时 也是调养五脏的最佳时机 中医上认为 春属木 入胃为酸 对应五脏为肝 顺应自然界生长生发之规律 春季是补养肝脏的最佳季节 春季是养肝护肝的最佳时节 也是肝病的多发时节 如果不注意情质调舍 肝其抑郁 则会生出许多病来 如情质不遂 肝养上抗 血压升高 有心脑血管病者还容易发生中风 所以每到春天 发生肝病或肝病复发的病人 就会较其他季节多 基于此 作为自然界中的生物 随着气候结极等环境状况改变 人体的五脏六腑的运行状态也会随之改变 因此 人的饮食起居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这就是所谓的天人合一 在春天 肝气旺盛而生发 人的精神焕发 可是 如果肝气生发太多 或是肝气一结都已损伤肝脏 到夏季就会发生寒性病变 此外 中国近五千年灿烂的医药文化 在保健养生方面 早已精辟地提出了上宫之胃病 不治已病等经典思想 因此 顺应天使变化 对自己的日常饮食起居 及精神摄养进行相应调整 胃病先防 有病防病加强对肝脏的保健正当歧视